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得不说 这位千古一帝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 毫不夸张地说 有些谜团很多研究者穷极一生都无法破解这其中的奥秘 咱们随便说两个话 比如说秦始皇的《绅士之谜》 在史记当中秦始皇总共有三个名字 这非常有意思 因为一般人改名字都是改后辈的名 不会改姓 而秦始皇恰恰相反 他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嬴政 这是随着他父亲那边的姓 那么第二个是叫赵政 这是因为当时的秦始皇母子 或者说嬴政母子 还生活在赵国 做仁治嘛 当时的秦始皇还没有认祖归宗 所以那个时候他随着母亲赵姬的姓氏 取名赵政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 吕政 这是随着谁呢 秦朝著名的政治家吕不韦 姓赵也好 姓赢也罢 这都很好理解 这姓吕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这是因为呢 有人说 说这个秦始皇其实并不是皇室血脉 而是吕不韦的私生子 这可不是什么狗血的电视剧情节啊 就连《史记》当中都曾经提及 而且还把这个见不得光的家丑 明明白白的写在了书里边 在《史记》吕不韦列传当中有这么一段 不韦遂献其姬 姬自逆有身 至大妻时生子正 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这意思很明白了呀 当时在赵国做质子的秦庄襄王 非常的不厚道 竟然看上了人家吕不韦的女人 庄襄王叫子楚嘛 后来这个吕不韦呢 这做法就更不低的了 他就把自己女人 也就是赵姬送给了子楚 更过分的是 当时送过去的时候 赵姬已经身怀有孕 你说这谁的 只能是前任吕不韦的 是吧 所以呢 秦史皇是私生子的说法 在后世啊 那是传的非常的广泛的 不少人呢就真信了 但是 现在的很多专家学者 却不同意这个看法 他们认为史记的记载 也不一定靠谱 有相当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比如说关于秦史皇的身世 在秦史皇本纪当中又有另外一种讲法 秦史皇帝者 秦庄襄王子也 以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 生于邯郸 即生名为正姓赵氏 你看 这会又说秦史皇 那就是秦庄襄王的儿子 到底该信哪一篇呢 关于这个问题 史学界已经讨论过很多年了 还没有一个定论 除了这个一团之外 秦史皇身上还有的谜团 没解开呢 比如说秦史皇一统天下之后 他无时无刻都在琢磨着 该怎么样让他的这个大秦朝 千秋万代啊 也许是日有所思也有所梦吧 有一天晚上 他就梦到一个仙人 出现在自己梦里边了 并且给了他一个微信提示 什么提示呢 你去住十二个金人吧 就可以永保江山万事基业 醒来之后呢 秦史皇就说干就干 立马命人收缴全国的各种铁器 或者说金属器具吧 住十二金人 以至于那个时候 几户人家合用一把菜刀 当然了 这个金人最后铸成了 很漂亮 但是秦史皇的美好愿望 却没能实现 不过最引人关注的 是在秦史皇死之后 这十二个巨大的金人 神秘失踪 有人说 他们在火烧恶旁宫的时候 一同被毁了 也有人说呢 他们极有可能作为陪葬品 埋入了地宫 还有人说 他们可能是被董卓给毁掉了 那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是真的 很遗憾 我们暂时现在也不清楚 所以说关于秦史皇的谜团 还有太多太多 而且很多都无解 那么今天呢 咱们的节目就尝试着 解开其中一个 关于他的谜团 什么谜团呢 秦史皇长什么样 长相之谜 由于没有秦史皇的真实画像流逝 关于这个问题 两千多年来 史学界一直是众说纷纭 莫中一世 不过在不少史料当中呢 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这方面的记载的 比如说 在史记秦史皇本集当中 秦国大臣魏辽是这么描述的 秦王为人 风准长目 至鸟阴 柴生少恩 而有虎狼心 有人试图把这一段 翻译成现代汉语 大概是这样说的 秦王嬴政这个人 鼻梁很高 眼睛很细长 他的胸脯像老鹰那样 但是声音不怎么好听 像是这个豺狼的叫声一样 这么推断 那这个秦史皇 又就长得像一个不明生物 眼睛鼻子还算正常 是个人 但是胸脯和声音的描述 怎么像是 牲口呢 是吧 这就不是很好懂了 你说像老鹰 到底是像老鹰展开翅膀那么宽阔 还是像鸟类一样有鸡胸呢 搞不清楚 不过你搞不明白是正常的 因为刚刚的翻译那是错的 正解应该是什么样呢 著名的学者郭木若对此问题也有个研究 在他的著作《识批判书》中就这样写道 智鸟鹰他确认就应该是现在医学上所说的鸡胸 是软骨症的一种典型的特征 而风准描述的应该是马鞍鼻 柴生则表明秦始皇应该是患有气管炎 郭木若的这一推论在当时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 因为事实上患有软骨症的患者呢 骨头的发育十分异常 因而胸形还有鼻形都会变异 连带着就会有气管炎呢 或者止气管炎的毛病 所以这个推论它是符合逻辑的 也正因为如此 在拍摄电影《荆轲刺秦王》的时候 创作者们有意将秦始皇塑造成一个体质雷弱的君主形象 您看就是现在这个画面呈现的这个样子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同郭老的想法 因为在另一部著作《太平预览》当中 对于秦始皇的长相却是这么描述的 秦始皇帝名正虎口 日脚大木龙准长八尺六寸大七围 按照秦制一尺等于现在的23.1厘米来换算 好家伙 这个秦始皇身高得要一米九八 都赶上乔丹了 哥现在那都少见的高个儿啊 而虎口意思就是嘴巴很大 大木也很好理解 眼睛大呗 不过这个日脚和龙准一般人不好理解啊 这代表着什么呢 咱们一个个来说 首先这个日脚指的是额头的中央啊 也就是左右两个眉毛正中间这个上方的部位啊 隐隐的龙起高耸而有气势而龙准呢 准就是鼻子鼻子很风龙准头很齐鼻梁挺直直上印堂 两眼之间的扇根部分没有凹陷啊 比我这个鼻子长得好看多了 而这两个词在相书当中合起来 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称呼 什么呢 龙颜 也就是说啊 这是一个帝王标准的长相 如果这个记载属实的话 秦始皇其实应该是一个身材魁梧 高鼻长目的西北大汉的形象 比如电影英雄当中塑造的秦始皇形象 就是这样的 可咱们刚刚也说了史记的记载 这两个形象可以说相差甚远啊 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呢 这位千古一帝他到底长相如何呢 下节目 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 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秦始皇 考古价值极高的秦始皇陵 周总理为何不愿主动性挖掘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冒 上节说到 在史记和太平预览当中 对于秦始皇长相的表述 有着截然不同的表达 一个说他体弱多病 长相不佳 一个却把他描述为高大潇洒 甚至很雄壮的帝王之相 那么到底秦始皇颜值如何呢 为了解开这个千古谜团 咱们的节目组啊 找到了很多证据 这第一个证据就是一幅秦始皇的画像 看上去是不是很熟悉呢 这幅画像曾经出现在很多博物馆和历史书籍上 可以说是流传程度最广的一幅作品 你看啊 画像当中的秦始皇 穿着极其华贵的帝王服饰 脸呢有点方形 有点像咱们现在常说的这种国字脸 鼻子确实很高 整体来看 这里边秦始皇的身子挺拔 气宇宣昂 虽然说不是什么帅哥级别的 但是那是相貌堂堂 威武刚毅 那么这幅画反映的是真实的秦始皇吗 很可惜 一番查证之后 我们得到了否定的答案 原来啊 这幅作品是现代画家 根据唐代画作历代帝王图的模本推演而来的 也就是说 他并非是参照秦始皇本人画的 而是根据其他一些帝王的长相想象而来的 但是专家接着说了 更为关键的是 他所参照的历代帝王图并不可信 为什么呢 这里咱们稍微多介绍两句 历代帝王图又称十三帝王图 里边共收录了从西汉到隋朝的十三位帝王的画像 包括汉昭帝刘福玲 汉光武帝刘秀 魏文帝曹丕 陈后主 陈淑宝等等等等吧 但事实上 经过专家研究 他们认为这些帝王画像 那都是画家根据史料记载和自己的揣摩绘制出来的 也并非是按照他们的真实样子画的 艺术呢 追求的是美 是表现 另外一个 这个如果画像呢 现代画像 画古代历史人物 他没见过 所以他没有任何 这个客观依据 他的依据就是自己的主观想象 所以呢 画的像不像 只有天之道的事 如果找一个画家 来为一个古人绘画 那么他肯定会把自己的艺术加工 放置进去 一百个画家画出来这个人 可能有一百种形象 紧接着 我们在画作当中也找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 比如说 作为开国君主的魏文帝曹丕 历史上 他被称为是一代枭雄嘛 因此您注意到没有 他的眼睛 画得非常突出 眼神显得非常的犀利 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 而您再来看陈后主的画像 一个亡国之君 他的眼睛就会显得非常的暗淡 没有精神 十分萎靡消沉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 这些画作的确都有画家 十分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在里边 所以说可信度不高 画像不可信 那么还有什么可靠的线索呢 此时有专家提出了 在考古界有一种用来复原古人长相的技术 那就是炉面复原 也就是在得到一个真实的古人骨头之后 咱们可以利用现代的科技计算推演 从而复原出他的真实样貌 大家知道面貌是人们相互识别的最直接的依据 颅骨它是与生俱来 成年后不变 是稳定的 它是支撑面貌的内在依据 颅骨的结构决定了面貌 那么这样我们就能利用 这个颅骨的特征来生长面貌 颅骨复原依据的原理就是人的解剖学规律 解剖的过程是一层层往外包 先把皮给去掉 是肉 肉去掉是骨头 骨头呢就是 逆过程就是把骨头上加上肉 再加上皮 再还原成一个原来的生前面貌 这种方法其实已经在考古界广泛运用了 比如说这是复原之后的乾隆妃子香妃的照片 还有这是马王堆牧主人心追夫人的复原像 虽然说并非百分之百准确 但是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我是至少百分之八十能达到 因为什么呢 你这个颅骨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 它这个有一个真实的颅骨 就把你想任意做 天马行空的这种去想象着做的空间 给你限制住了 局限住了 你想第二呢 软组织厚度是在真实的样本上 用科学的方法采的样 也把你的个人这个主观的自由度限制到最小 所以呢 做出来的像 虽然我们没法用这个 跟真实证证实或证伪的办法来证实或证伪它 但是从逻辑指向上看 逻辑推理上像 它就应该是 也没有问题 这么说的话 如果有秦始皇的头骨 咱们不就可以准确的知道秦始皇的真实长相了吗 那么四十多年前我们就应该知道了 秦始皇陵的确切位置就在陕西省西安市临通区城东五公里处的离山北路 那是不是说直接挖开就行了呢 可是考古挖掘一般分两种 一种叫做抢救性发掘 意思就是说只有当施工啊 盗墓啊 或是其他原因破坏了这个墓葬的封土 为了保护文物而不得已进行的被动发掘 比如说咱们节目之前介绍过的古渔国国王渔博的墓葬 中山晋王刘胜的大墓 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胡的墓 辽国重臣耶律与之之墓等等等等吧 那都属于抢救性挖掘出来的 而另一种呢则叫做主动性发掘 也就是考古学专家为了解决一个 困扰很久的重大的考古学的课题 而进行的主动的发掘 一般来说在我们国家都遵循一个原则 那就是不轻易主动性发掘 所以说在咱们节目当中提到的墓 大部分都属于抢救性发掘 就是已经有人破坏它了 然后抢救性发掘 当然了主动性挖掘有没有呢 这种情况有 比如说陕西的血池遗址 还有咱们前面也提到过的马王队汉墓 这些呢都是主动性挖掘的 所以说只要存在着很高的考古价值 进行主动性发掘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好 秦始皇陵的考古价值 那毫无疑问 非常之大呀 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对不对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申请主动性挖掘呢 对吧 那不就能够得到秦始皇的头颅了吗 来破解长相之谜 那就轻轻松松啊 顺带着还能把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 那两个谜团一块解了 但是这个事儿 您只能想一想 停留在想的层面 基本上不太可能 为什么呢 早在1965年就已经有人想到这一点了 那一年 著名学者郭沫若提出申请 想对秦始皇陵进行挖掘 然而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一请求被周总理当场否决 据说啊 当时陕西省的考古学家们 都为挖掘秦始皇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 只等一声令下 立马就开工 时任陕西省文化局长的伍伯伦 还把挖掘秦始皇陵的好处 一一列举出来 形成文字资料 做了极其详细的汇报 大家伙原本是干劲十足 而且还信心满满呢 然而没想到 周总理听了专家们的陈述之后 不仅没有同意 还提出短时间这件事情都不要再提了 您可能会觉得奇怪吧 当时总理想都不想 或者说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啊 就拒绝了 为什么呢 其实他的理由非常的充分 什么呢 案件连弩 水银河 秦始皇陵真的机关重重 身份尊贵 但却死状诡异 牧主人生前究竟经历了什么 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前面说到著名学者郭木若向国家提出申请 要主动性的挖掘秦始皇陵 但是遭到了周总理的断然拒绝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秦始皇陵里边的玄机太大 可以说是机关重重 这一点在史记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 令将作机奴时 有所穿进者折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机箱灌输上去天文下去地理 也就是说呀 秦始皇陵至少有两种机关 第一种叫做案件连弩 这个咱们在很多盗墓的影视剧当中都曾经见过 据说秦始皇陵的各个地方都藏着大量的连弩 而且杀伤力极大 最少能射八百步 甚至还有人说这些案件 它有自动回收功能 也就是说怎么用 它都用不完 这个就厉害了 不好对 第二种机关叫做水银 据说秦始皇陵当中填满了水银 而秦始皇的棺果就飘在水银上 我们都知道水银是重金属 溶点低 而且极容易挥发成气体 一旦它挥发成气体就有剧毒 只要吸入超过零点三克的量 就足以置人于死地 而最为关键的是 当时考古工作者用机器进行过探测 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秦始皇陵周围的水银含量 的确是远远高于其他地方的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成熟的挖掘技术 不仅会对陵墓造成破坏 甚至会让讨古人员丧命 所以说这秦始皇陵啊 挖不得 讲到这儿 有人可能会说 不对啊 换知你在这儿说的煞有介事的 那你倒是说说 这兵马俑是怎么来的呀 我们都知道啊 兵马俑被誉为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世界十大古墓西市珍宝之一 它的确是出自于秦始皇陵 不过这些文物的发现 那属于第一种情况 抢救性发生 话说1974年3月的一天 一个村民呢 意外在秦始皇陵以东1.5公里的地方打井 发现了几个破碎的陶涌 那也就是兵马俑 那个时候人们才知道 原来这里就已经是秦始皇陵的区域了 它的真实面积远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呀 当然了 挖都挖开了 那从保护文物的角度来说 咱们也就只能够派考古队进行勘探挖掘了 不过这一次意外的发现 倒是给了我们一个探寻秦始皇皇陵的机会 当然了 已知的皇陵中心地带 咱们还是不能够主动挖的 但是这块区域完全没问题 那么事情会不会就有那么巧 秦始皇的头骨也在这次抢救性发掘当中发现了呢 开什么玩笑 他当然在中心区域啊 没有这么戏剧性 不过倒是有一些 这个其他的有用的发现 什么呢 当时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 17座城南北向排列的墓葬 考古工作者呢 按照常规 对其中的8座墓进行了发掘清理 结果发现呢 这些墓葬形制全是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墓 也就是说 它们等级很高 果不其然 随后呢 咱们的考古专家就在这个墓中发现了 大量珍贵的随葬品 而且都价值不菲啊 有金器 银器 青铜器 玉器 陶器 陶器等等等吧 我就差说一个罐口了 总计200多件 其中有一件很特殊 您瞧啊 就是这一件银缠除 特殊在哪呢 在它的口腔内 刻有少府二字 说明它是出自秦代中央官署 少府的 而少府呢 是专门管理王室宫廷的机构 换句话来说 能够拥有这样东西的人 肯定来自于皇室 可奇怪的是 这些死者的骨骼 却非常之凌乱 其中有六人 伸手四肢分离 明显是被酷刑肢解之后 再埋进去的 另外一人呢 尸骨是完整的 但是上下颗骨错位 应该是被绳索勒死的 与此同时 这具颅骨的诱孽骨上 插有一个折断的箭头 显然是在埋葬前 被射入头部的 可是 既然是皇族之人 又怎么会死得如此之凄惨呢 在他们身上 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呢 他们的具体身份又是什么呢 一个个的问题 都困扰着当时的考古专家们 不过很快 这些个问题就被解开了 史书记载 秦始皇去世之后 胡亥秦二世登基 为了保全皇位 胡亥登基之后 办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将自己的十二位兄长 鹿死于咸阳 鹿 其实就是把人杀了之后 他要对他的尸骨进行侮辱 而在对比历史文献之后 考古学家认定 这十七座陪葬墓的主人 就是秦二世胡亥 诛杀的公子和公主 也就是秦始皇的孩子们 而人的相貌都是存在一定程度的遗传效应的吧 也就是说 从这些孩子们的长相上 咱们倒是可以倒推秦始皇的面相 2016年6月 西北大学决定利用计算机炉面复原技术 在线其中一位牧主人的生前面貌 第一步就是通过三维扫描仪 对颅骨进行全方位的扫描 得到一个完整的三维坐标数据 确保所有与颅骨结构相关的数据都准确无误 因为任何小小的疏漏都会造成复原结果的巨大片场 人的颅骨实际上是人的面貌的一个结构框架 它制约了和这个人的面貌形态 就跟这个打个比方说吧 人的颅骨有点像一个灯笼的这个灯笼架子 灯笼骨架 这个软组织呢 人的皮肉软组织就像胡的外边 灯笼骨架外边那层红的那层纸 所以你灯笼架子什么样 你胡上指这个灯笼叫什么样 完成了扫描工作之后 接下来就是根据颅骨数据和软组织厚度 进行面貌的推测 这一步相对就比较简单了 只要点几下鼠标 就可以轻轻松松获得一个古人真实面貌的复原图 不过这还不是最后一步 在这之后 咱们的专家还要利用手工绘图方法 对颅面复原的结果进行真实感处理 真实感处理是在复原面貌的基础上来完成的 但是真实感处理实际上是一个相对不那么精确的科学 因为复原面貌本身它的整体形态是由颅骨来约束的 可是在面貌之上的五官 眉毛 头饰 在颅骨上是体现不出来相应的信息的 所以我们需要领域知识的支持 比如说我们去咨询秦陵研究的专家 我们去查阅相关的书籍 从而来确定这个秦朝人他的胡须的类型 他的头饰的类型 他的发际如何来梳理 很快李教授就完成了对鼻子 嘴 耳朵等部件的匹配 紧接着在一段时间的细微修整和圆滑处理之后 一个完整的秦代王子的相貌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从这一图片反推秦始皇的长相 应该并非史记秦始皇本记当中记载的外星人的模样 反而和太平预览当中描述的有几分相 你看啊 鼻子高 嘴巴大 眼睛也比较大 说到这儿 咱们虽然没有能够看到秦始皇的真实长相 但是可以下这么一个结论了 秦始皇的样子应该是更倾向于太平预览当中记载的那样 虎口 日角 大木 龙准 那么 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当中 却要把秦始皇说得如此的不堪入目呢 对此 专家也有他们的看法 很多的时候 秦始皇的长相被我们丑化了 我们已经对他已经妖化 就是因为他是暴君嘛 形象一直是个暴君 所以坏人的长相一定不好看 我这样分析啊 魏辽子写的那些他是有演义了 他已经带着这种有色眼镜去分析这个人的形象 所以但是作为我们现在来说 我们更不应该说 说实际马达魏辽子对他的那个想象 来认定作为一个史实 还是更多的考虑一些遗传因素 讲到这关于秦始皇的长相之谜 怎么说呢 算是解开了一半吧 至少咱们可以肯定 他的一些准确的相貌特征和倾向 但是要真正的 仔细的还原出秦始皇的真实长相 咱们只能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发现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